2014年夏天,金州勇士队为了战绩上的突破而解雇了战术大师马克·杰克逊,从而聘请了菜鸟教练史蒂夫·科尔。 一开始,球迷们并不看好科尔的未来,因为过去连杰克逊都做不到的事情,对于一个毫无恩兵、执教经验的菜鸟来说更加做不到。 然而,科尔很快就打破了外界的质疑。 勇士队的核心斯蒂芬库里,那个娃娃脸的神射手,在新赛季一开始就展现出了惊人的状态。 他灵动的跑位,如魔术般的控球,以及那令人胆寒的三分球,让对手防不胜防。 在与洛杉矶湖人的揭幕战中,库里全场砍下24分,带领球队取得开门红,仿佛再向全联盟宣告了勇士队的强势贵了。 在赛季初期,勇士队就展现出了全新的锋芒。 而库里的出色表现是有一定因素要归功于科尔带来的新战术体系。 他强调快速的球转移,三分球投射以及球员之间的默契配合,库里明显非常适合该战术体系,他在科尔的战术下如鱼得水。 而克莱汤普森,库里的后场搭档,同样以出色的三分球能力和稳定的防守著称。 水花兄弟的名号在这个赛季开始响彻联盟。 在与休斯顿火箭的一场激战中,汤普森三分球十一投七中,砍下三十八分,帮助球队在课场艰难取胜。 而随着赛程的深入,球队开始出现伤病问题,阵中的德巴伯萨、利文斯顿、伯古特和大卫里相继出现伤病困扰。 而在过去赛季能场均交出十八分九个篮板的大卫里的缺席影响巨大。 为了填补他的空缺,克尔选择把替补习的德雷蒙·德格林提到首发位置。 也正是在这个机缘巧合之下,克尔开发出格林的组织能力和防守能力。 而格林也很好地把握住绝无仅有的机会。 从这刻开始,勇士队的内线灵魂就此一主,而格林一上位直至到如今都从未离开过勇士队的首发位置。 在克尔的调教下,勇士队的整体防守也有了显著提升。 德雷蒙·德格林是位充满激情和斗志的球员,不知不觉间,格林慢慢地成长为球队防守的核心。 他在防守端的强硬表现,以及出色的组织能力,为球队的胜利利下了汗马功劳。 他不知疲倦地奔跑,拼抢,用自己强硬的防守和出色的组织能力串联起了整个球队。 在与圣安东尼奥马斯的比赛中,格林不仅成功限制了马斯队的核心球员,还贡献了15分。 10个篮板和8次助攻的全面数据展现了自己的全能实力。